就应该取消 此话一出又引起轩然大波 或许自知话说太快了 二阶随即发布书面声明表示 自民党对于举办安心安全奥运的立场始终不变 只是冬奥就算如期举行 也可能是以没有观众的空场形式举办 对于参加冬奥的选手 也将每天实施病毒检验 一旦发现确诊就会尽速的隔离 疫情打乱了除了冬奥 还有每年夏天广岛县必看的 宫岛水中火花大会 梦幻场景每年都吸引了上万人登岛欣赏 如今为疫情扩大 宣布近半世纪的历史就此划下句点 日本因为变种病毒蔓延 量成第四波疫情 14号单日新增4312例确诊 34例死亡 尽管欧组委已经为本届的奥运 提出了多项防疫措施 但还是有高达7成的民众 希望冬奥取消过再度延期 而这也会使得 日本经济损失至少超过 1500亿日元 大约391亿台币 记者不加行不倒